农奴主把这种彻底沦为家奴的人叫做朗生 除了吃饭和劳动 朗生几乎没有任何做人的权利 就是结婚也必须要得到主人的许可 朗生的后代还是朗生 一生下来就要向领主缴纳仁义税 登记在侧 成为领主新增的一件财产 这个孩子注定要像他的父母一样 终身为奴永无改变 而贵族后代的命运也几乎是注定的 他们将和自己的先祖们一样 成为官员显贵 使家族获得荣耀 按照当时的礼俗 当贵族骑马经过时 农奴们不但要鞠躬 还必须吐出自己的舌头 表示一个卑贱者的监工 总体来讲 它是政教合一的制度 那么也就是说 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两个 在垄断和控制着西藏的政治权利 那么95%以上的人 是没有权利和任何机会 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 也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政治制度之中的 为什么呢 你属于农奴阶层 当时的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 规定最上等人如果被害 要赔偿于死者身体等重的黄金 而罪下等人遇害 又该如何赔偿呢 打死了以后怎么赔偿 一根草绳 草边的绳子 这个什么意思呢 西藏就人死了以后送到天赞堂 送的时候要捆嘛 就这个是一根绳子 一根草绳 就是要捆尸体用的 它就这么贵 这就是等级 当农奴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投向寺庙时 得到的答案却是 他们前世造孽 命该如此 加拿大藏学家 谭科伦夫认为 这是一种最狡猾的社会控制方法 照此说吧 如果农奴试图改变 那么来世会比今世更糟 所以他们今生 唯一能做的就是安于现状 自愿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 其实 僧侣们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 当时 仅折磅寺拥有的农奴 就超过两万人 在这份文件中 当时的摄政达扎霍佛 得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 如下风赏 桑雄地区二十个部落的农奴 和牛羊为达渣勇士战友 文件签署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 世界人权宣言 由联合国大会通过颁布 其中庄严宣告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任何人不得视为奴隶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买卖 均应与禁止 到二十世纪初 这种政教合议的制度 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寺院消耗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却不生产任何物资和人口 农奴无力进行农业技术的改进 青壳的产量仅是种子的八到十倍 大量农户因为还不起租债逃亡 人去无空 二十世纪中叶 一场追求平等自由 反对人身压迫的变革风云 临到了布达拉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 发出了和谈的邀请 而刚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却选择了逃避 带领他的臣鼠们离开拉萨 跑到只快一步就迈出国境的小镇 亚东相及行事 对于欺身亚东的权贵们来说 如果能从国外搬来救兵 保全自己的利益 是最划算的结果 所以他们四处派人到西方国家 驻印度领馆游说活动 可惜很遗憾 结果却是到处碰壁 不过 据美国外交部解密文件披露 当时的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 却对此发生了兴趣 他答应向西藏权贵们 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前提是 要达赖喇嘛逃到境外 领导反共游击战 这和西藏权贵们所要的相去甚远 他们想的是如何保全 自身在西藏的政治经济权益 而对充当反共棋子兴趣不大 所以他们通过韩德逊和华盛顿当局 在逃亡旅费人员安排的支节上 讨价还价 其实却早已另做打算 1951年4月下旬 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 终于抵达北京 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 在北京饭店开始了谈判和协商 黄明信当时担任谈判翻译工作 至今他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 人民两个字 我们那个时候看 当初给他翻成了missere missere这个字是固有的 不是我们创造的 可是西藏代表反对用这个字 他说missere这个意思 跟的是等于老百姓 跟这个官员 以至于这个上层的人 是对立的 所以用了missere的话 就把他们排斥在外了 就把我排斥在外了 把达兰也排斥在外了 这个不行 他还提出来用这个迷茫 西藏代表认为 藏语中的迷茫一词 更能涵盖各基层民众 最终的文本采用了这个词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 在谈判中 中央始终尽可能地尊重和采纳了 西藏代表团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始终尽可能地 Cho